上將這邊角度切削的部分是 尖美嘎是怎樣 真品的話是 也是走CNC 然後走這一刀 就是走一個弧度 那我們也是模擬出來 所以這邊的刀痕是跟真品幾乎類似 那不類似的部分是 材質不一樣 他們用的是T6061整塊的原料下去挖的 那我們是用雅筑 然後再走CNC 那除此之外 上機甲跟M16還有哪些外觀上的明顯差異 因為當初仿的其實有三把 民國58年成案之後 他第一把做出來是完全仿造M16A1 也是氣導式 但是沒有提把 那個叫624 然後接下來644就是你在軍事館就看到 AR18的前護目 然後呢 M16的那個短型座 但是是氣導 那個短創成活塞的 那隻644 然後接下來就是T65原型槍 這樣 上機台這麼能切削跟M16有什麼差異 來我拿一隻M16給你看就知道 來這樣對 你看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在這兩處 你就知道 像M16那個地方還多挖了一塊 對一定會凹下去 那是他在做那個 斷掉膜的時候就已經做上去的一個痕跡 整個槍背帶可以在槍的側邊 然後讓你搭背槍用 所以說這個接頭叫做 我們這邊稱為外向接頭 因為他這樣的話就可以前後左右 所有的方向都可以移動 那你們知道當初為什麼會這樣設計嗎 要搭背槍 搭背槍好用嗎 因為M4的槍背帶啊 那個槍背帶環固定在正下方啊 你搭背槍的時候 整隻槍其實卡在背後很不舒服 那相對的就是 也只有654啊 這一款槍啊 這邊有開封 整個那個後背帶環啊 可以折到那個槍身左側 65K1以後呢 K1就沒有 K1就是恢復到 跟那個一般我們的M16或K1K2一樣 那為什麼到K1的時候取消呢 因為他們說沒那個必要 因為光發槍背帶都很陡 這裡 這邊 槍管槍管 OK 好 好 這邊 應該是 特別有一個問題 我告訴你 這位 一位 確實 呢 我們可以